大晚上的对面两辆车都不开灯 太危险了 老白好心闪了对面两下 不经意的举动 却给他全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两辆车很快掉转头来 抄上了老白的车 并排在身前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老白倒也没放在心上 不一会儿他去加油站加油 儿子下车去买饮料 他要去上大学了 夫子俩讨论了一路要去哪个学校 就在这时 刚刚那两辆车开进了加油站 上面下来一大群混混 他们头戴面具 抢劫便利店 店员想报警被当场打死 老白听到枪声想要冲过去 却被一辆车撞倒在地 等他再起身 正看见儿子被一刀割喉 老白慌了 脚下打滑冲了上去 一个逃得慢的菜鸟被他一把扑倒 活动中 混混被老白扯些面罩 但最终还是被他逃脱 混混的同伙这是已经溜走 混混还在那骂街 就被一辆车撞飞 老白赶忙找救护车救儿子 但送到医院时 儿子已经没了 夫妻俩痛不欲生 老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两个儿子 哥哥还是笑兵球队的选手 是弟弟心中的偶像 但此刻弟弟只能摸着哥哥的照片 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落泪 警局里几个嫌犯站成一排 老白一眼就认出 当晚就是他杀的人 很快律师和他商量出庭的事 表现得非常有信心 什么 把人都杀了 只要关三到五年 律师告诉他 就只有你一个人的证词 没有找到凶器 而且你很倒霉 家人站连监控都没有 能保证关他三五年 已经很不容易了 老白难以置信 一旁的黑姐告诉他 这个混蛋是为了加入帮派 执行随机杀人的入会仪式 一时间信息量太大 自己儿子竟因为这种荒唐的理由被杀 而法律竟然还会保护凶手 这让老白完全难以接受 很快案件开庭了 老白作为证人出庭 法庭上凶手红毛二嚣张极了 一脸不屑的挑衅老白 老白死死的盯住他 法官叫了他两遍才反应过来 接着老白令人震惊的 推翻了自己的证词 红毛就这样被当场释放 被帮派头子光头接走 光头还一个劲夸的 是个男人有种 一行人开车扬长而去 而老白也悄悄尾随 一路跟到了俩人所在的街区 观察好位置才回去 回到家 老白在库房里挑了挑斧头 摸了摸匕首 等家人一进来 老白又慌慌张张的找借口出了门 没错 他找到了红毛所在的地方 等了一会儿红毛出现 老白冲了上去 和红毛扭打在了一起 搏斗中 老白无意间 把刀插进了红毛的肚子 他慌了 拔了刀就跑 又来到一个小条边 把刀扔掉 就这样 老白神不守舍的回到了家 杀人的惊吓 和失去儿子的悲痛 一股脑袭来 他的生活已经彻底毁了 老白痛哭不止 第二天 警察黑姐找到了老白 告诉他 那个涉嫌杀你儿子的嫌犯 被人捅死了 老白面无表情 表示这算是老天有眼 但他手上的伤 逃不过黑姐的眼睛 在另一边 黑蛮混混们聚在一起 为兄弟之死愤怒 一个混混的妹妹 从报纸上认出老白 表示这个男人当天来过这里 这一下 光头一伙人盯上了老白 在他下班的路上 一个老黑越跟越紧 掏出了枪 当他正要冲上去开枪 老白一个转身打掉了枪 又把他砸倒在地 拔腿就跑 混混们当街就开枪射击 老白没命逃跑 一路逃进巷子 他对这片还算熟悉 带着混混兜了两圈后 绕回到停车场 接着他就把每一辆车的警报出发 又一路小跑来到了 自己车子所在层 这时还是有一个混混追了过来 他从身后冲了上去 一把撞到混混扭打在一起 脖子中 老白摁住混混 拍碎一扇车门 又打开门狠狠夹住他的脑袋 混混倒地捡起枪 几枪没打动 又扑到车上掐住老白 老白拉开手上 车子开始滑动 过程中 老白踢开挡风玻璃 翻身占取优势 把混混用安全带扇在了车上 又在车子下坠前 最后一刻跳车 光头的手下混混 又死一个 这下光头彻底怒了 他要和这个老白全面开战 这天小黑来到老白的单位 趁保安不注意冲上了电梯 找到老白之后 递给了他一个箱子 打开箱子 里面是老白家人的照片 原来当天逃跑中 光头捡到了老白的钱包 光头告诉他 红毛是他的弟弟 所以他要老白全家陪葬 老白急了 赶紧打电话给老婆 万幸老婆孩子没事 他又打电话给警察黑姐 希望黑姐能保护他家人 回到家一看 还好家人没事 但黑姐也完全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他希望老白能坦白和警方配合 但老白还是咬死不疯口 黑姐也没有办法 只好派了两个同事 守着他们家过今晚 夜里老白根本不敢睡 忽然外面响起了喇叭 一探头 窗外的车上警察已经死了 他知道大事不妙 一个混混杀出 老白上去一棍子 逃跑中 差点被另一个混混打中 老白一路逃 逃到了卫生间 几次差点被打中 一个混混被他掀翻 又一个上来 被他推门撞开 老白趁势扑上去 直接和混混一起摔下了楼 歹徒闯进了老白家里 大儿子被杀 妻子小儿子都被光头抓了 老白这时已经难以动态 眼睁睁的看着光头 对着妻子儿子 各开一枪 老白绝望的扑上去 被光头一枪打中 醒来后 老白已经躺在医院 黑姐对他一通呵斥 告诉他 这就是自己擅自报仇的结果 怨怨相报 何时了 这场斗争中不会有赢家 老白心如死灰 但黑姐告诉他 你儿子还活着 老白激动的从床上起来 冲到儿子的房间 儿子躺在床上插满管子 老白十分的愧疚 他提出想守着儿子说一说话 在床边 老白一再向儿子道歉 这么多年来 对他的关心一直不如他哥哥 老白哭得气不成声 过去了好一会儿 外面警察觉得不对劲 进去一看 老白已经跳窗逃跑了 仇恨让他失去了理智 他又一次选择去复仇 老白先去把存款全都取了出来 通过之前光头打电话的号码 找到了电话所在的酒吧 老弟打了一顿 问出了光头的下落 得一个买黑枪的地址 这个卖枪的地方储备充足 老头给他介绍了一大堆枪 老白挑了好几把 老头一看 你这是有多大的邪海深仇啊 但是有生意 老头自然欢迎 临走前老头告诉他 其实自己就是光头的爹 老白杀的红毛也是他儿子 但是这个老头完全不管儿子的死活 他们这些混道上的生死有命 老头让他有仇报仇 有冤报怨 回到家老白开始收拾自己 自己处理枪伤 消毒包扎 裂开的脑袋已经被剔去一片头发 那就干脆全剔了 最后老白也彻底退化成一只野兽 最后看一眼曾经的生活 提枪上路 老白开着车 一路冲进了光头老巢 一个混混刚要提枪 就被他直接撞死 接着老白提枪进门 一个混混慌忙出现 被他打断狗腿 又一枪上路 旁边的混混疯狂的开枪被他躲过 接着老白两枪干在化学药水上 见得混混真儿挖乱叫 老白上去又是一枪 混混一缺一拐 最后逃到死胡同 发现没子弹了 老白上去就是一枪 把他打出窗外 这时又有两人杀出 老白上前一通射击 趁势跳到楼梯 又从楼上往下一枪 打烂木头碎片 炸了对方一身 这时光头终于赶到 进来一看 自己手下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老白已经又一枪赞掉一个 最后光头和老白 分别摸进了一个 像吴亦森电影一样的场景 光头开枪打中老白 老白开枪打中光头 小黑杀出 打中老白 老白转头打爆小黑 光头又起身 老白又转头 最后打得俩人都奄奄一息 坐在同一把椅子上聊人生 不打你 你打我又怎么样 是啊 源源相报 谁都没有好下场 如果你儿子也被杀了 争取让凶手判个三五年 平静接受吧 内针 转发 ?, 转发